眼前,四位台湾乐手与漳州当地的民间乡剧团演员同台排练新剧目,现场频频奔发出两岸相应的激情与灵感。 这是记者日前在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两岸青年交流基地见到的一幕。 乡剧,又称歌子戏,是用闽南语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与台湾歌子戏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年初,漳州市龙海区曾小征相剧团聘请四位80后90后台湾歌子戏乐手, 创新演绎相剧,在当地传为佳话,记者也到此实际走访。 80后台湾青年林维琴是剧团里的四名台湾乐手之一,擅长动销台湾笛等乐器。 2018年,专业学习歌子戏编曲的林维琴一毕业就受邀到厦门参加歌子戏文化交流。 我以前在异校的时候接触到非常多相聚的光碟,老师会在学校教课的时候, 就会给我们分享这边相聚的视频。 后来毕业之后,有一个因缘际会,老师就说两岸交流的活动, 然后希望说我可以过去厦门,厦门这边来参与这边的剧团, 然后一起演出,终于可以去尝试了,然后去交流了。 在交流中,林维琴发现相聚与自己所学的歌子戏有异曲同工之妙, 曲调丰富的乐器伴奏,加之浓厚淳朴的乡土气息, 让他很快就喜欢上了相聚。 过来这边之后,果然跟心里想的一样,非常非常的令我惊艳, 因为无论是唱腔也好,或是身上的工技术也好,或者是音乐, 都让我觉得原来在这边跟台湾有这么多的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让我心里面很想要跟台湾的各界的朋友, 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原来自并的歌子戏也是这么的美好。 谭吉与曾小珍相聚团的合作,林维琴希望两岸同根同源的戏剧能有最大的交融, 也期待把大陆戏剧的精髓带回台湾。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亲切,而且对待我们有一种很重视我们的感觉。 而这边的工作机会,真的比台湾要多很多, 让大家就是学以致勇,让我会更加的想要带朋友们过来交流, 学弟妹们过来交流。 从台湾歌子戏再到闽南相聚, 裸骨同声,弦管同调,语言同音, 这让林维琴萌生了创办一个培训中心的想法。 她希望借此服务两岸歌子戏演员、 乐手、兴趣爱好者,更深入融合与创新。 我觉得我在这边非常想做一件事, 就是培训人才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例如说研习中心也好, 或者是一个交流活动, 然后透过一个研讨会, 然后让大家可以更理解这个两岸交流的重要性。 我觉得培训人才无论是在台湾也好, 在这边也好,非常的重要, 因为文化需要扎根, 然后需要深化它, 而且要创新, 让现代人能够更接受, 然后把过去的传统, 以及跟现在的改良做一个结合。